眼前这座墓的主人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 但他却被汉武帝满门处死 据说他还是豆腐的发明者 他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 咱们今天就来探访一下这位淮南王墓 这座淮南王刘安墓位于淮南市寿县 墓前有青铜之八年安徽巡抚立的墓碑 墓中为腹斗形 高有二十米 周长约一百二十米 刘安是淮南王刘长的儿子 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最早被封为傅林侯 后又被封为淮南王 当时的太尉田坟与刘安有交情 对刘安说 如今陛下没有太子 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 假如哪天皇上过世 那肯定该由您来继位 刘安听后大喜 就开始了谋划叛逆之事 还派自己的女儿刘玲到长安安捷群臣 后来因为刘安之子刘谦与雷贝有怨恨 雷贝就逃到长安状告刘谦谋反 被汉武帝削去淮南国二县作为处罚 后来刘安的孙子刘健 托友人上书天子告发刘安谋反之事 汉武帝派人去淮南治刘安的罪 结果刘安却先自杀了 又被满门杀尽 淮南国也被废为九将军 刘安这一生主要成就有两点 一是和众多门客创作了巨著淮南子 二就是发明了豆腐 这在一些史书中都有记载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 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